有趣的画面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中大安滨海乐园举办了风筝冲浪竞赛 近百名的选手同台来竞技 还有特技风筝展演以及DIY的手绘风筝 而同一时间也有环保镜摊的活动 还结合了大安农业推广举办了拔芋头的活动 让民众可以来去体验有别于以往的新玩法 大风吹所有选手往前跑 乘着风踏上浪板 在海面上起起伏伏飘移 这是风筝冲浪竞赛 在台中大安滨海乐园登场 吸引百位选手参赛竞技 除了风筝冲浪还有特技风筝展演 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风筝在大安海边放飞 大风来风筝比较好飞 但也存在危险性 就怕有人被风筝卷上天 主办单位特别在沙滩上拉起警戒线 驻守在周边随时提醒民众必要进入 我们的一个区域释放的范围 海边活动能动能静 同一时间环保淨灘进行中 风筝冲浪之外的 我们在大安马祖文化园区有市集 有胖卡串联大安观光的 还有螃蟹生态导览以及大安农产推广 一点都不会无聊 小朋友都说怎么时间不会那么快 下次就到了 民众把芋头初体验 有趣又新鲜 也让中秋廉价更加充实 华世新闻王善杨总颖台中报道 我们下期见